欢迎来到科学微学习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中的小视频概念 解开亨廷顿病 了解通往希望的旅程 介绍 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破坏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在身体和情感层面影响个人及其家人 亨廷顿舞蹈病具有渐渐性和遗传性 因此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亨廷顿舞蹈病的复杂性 探讨其病因、症状、当前的治疗方案 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为改善管理和未来可能的突破带来希望 了解亨廷顿病 亨廷顿舞蹈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特别是基底神经结和大脑皮层 它是由HTT基因突变引起的 导致产生成为突变亨廷顿蛋白的异常 蛋白质逐渐损害脑细胞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会导致运动控制 认知功能和行为改变的下降 识别症状 亨廷顿事病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都不同 但通常会经历多个阶段 早期症状通常包括情绪 认知能力和运动控制的细微变化 例如笨拙或不自主运动 随着疾病的进展 个人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如运动失控 舞蹈病 协调和平衡困难 吞咽困难和认知能力下降 基因遗传 亨廷顿舞蹈症 遵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 这意味着孩子有50%的机会 从受影响的父母那里继承突变基因 基因检测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携带基因突变 由于对后代的影响 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决定 遗传咨询和支持 对于应对这一疾病的个人和家庭至关重要 目前的治疗方法 虽然亨廷顿舞蹈症无法治愈 但治疗方案的重点是控制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 药物可以帮助控制运动和精神症状 而物理疗法和职业疗法可以帮助保持活动能力和独立性 心理治疗和支持团体提供情感支持 帮助个人和家庭应对疾病的挑战 研究和对未来的希望 科学界继续探索亨廷顿病的潜在治疗方法 实验方法包括基因沉默技术 例如RNA干扰 旨在减少突变亨廷顿蛋白的产生 其他研究领域侧重于神经保护策略和靶向治疗 以减缓或阻止疾病进展 研究人员宣传团体和制药公司之间 的合作努力为未来的突破带来了希望 支持和授权 患有亨廷顿病需要为个人及其家人提供全面的支持系统 致力于亨廷顿舞蹈症的组织和支持团体提供资源 教育材料并协助应对疾病的挑战 情感支持、咨询和社区联系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 在整个旅程中找到力量和复权 结论 亨廷顿舞蹈病对个人家庭和科学界提出了重大挑战 虽然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但正在进行的研究为改进治疗和管理策略带来了希望 通过提高认识 促进研究资助和培育支持网络 我们可以为受亨廷顿病影响的人们提供生命线 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未来 让这种毁灭性疾病的影响最小化 让受亨廷顿舞蹈病影响的人能够找到慰藉 理解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